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才经常会问你 你的工作和她相比谁重要 才会经常问你 你的朋友和她相比谁重要 可见 女人是很讨厌自己被心爱的男人所忽略的 女人都希望自己在男人心里占有很重的分量 有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 如果女人是因为你忽略她而和你发脾气 甚至说一些话来气你 你不要以为她在无理取闹 或者她不理解你 正是因为一个女人太爱你了 她把你放在她心尖上的位置 那么她也希望她能够在你心尖上的位置 所以 当她感受不到她在你心里的分量 甚至常常感受到你忽略她 自然而然 她会和你生气 女人对男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 在女人的眼里 你爱她 那么就应该把她放到你心里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如果你忽略她 她就会找你斗嘴 二 在你和其他异性走得太近的时候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感情上都是有很强的占有欲 所以 女人若是真的爱你 那么 当你在和其他异性走得太近的时候 她就会吃醋 就会生气 一旦她的醋坛子打翻了 她肯定就会说几句气头上的话 来惹你生气 其实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向女人好好地解释解释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果这个时候你非但不解释 还至于女人不信任你 女人就会口无遮拦地 说很多惹你生气的话 男人要记住 只有一个女人在乎你 在意你 她才会讨厌你和异性走得太近 因为你一旦和异性走近了 她就没有安全感 她就容易变得患得患失了 女人是不会轻易吃醋的 毕竟女人的低溜感很强 但如果你让她发现 你和异性走得太近 打翻了她的醋坛子 她自然会惹你生气 三 在你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候 女人在爱情里面 本就容易患得患失 本就不容易相信爱 所以 女人总是拿细节 拿态度去考验一个男人 是不是爱自己 在女人眼里 男人向自己承诺过的东西就要做到 如果你明明许诺过 要给她买礼物 或者是要带她出去玩 或者要带她去吃哪一家好吃的东西 可是随着日子的推移 你却忘了你对她的承诺 要知道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当你把承诺说出口之时 她就已经牢牢地记在心里 等待着你去实现 如果你迟迟不去实现 女人肯定怒火中烧 脾气肯定就会发在你的身上 惹你不开心 女人把男人的承诺 看得都很重要 如果你向女人许下了诺言 并且兑现了 女人就会十分肯定 你是爱她的 但如果你向女人承诺过什么东西 转过头就忘了 女人肯定会惹你生气 结语 女人的心并不是海底针 女人也并不总是那么的情绪化 要知道 女人生气必有原因 所以当女人找你吵架 惹你生气时 你第一时间想的 不应该去责备她 而是应该想自己 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如果女人惹你生气 是因为你忽略了她 是因为你和异性走得太近 让她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你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等等 这些并不意味着 女人不理解你 或者是不爱你 相反 她这么做 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遇到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学会好好珍惜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